1月6日晚间,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继第二十二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在北京开幕 晚会通过中国故事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运用虚拟现实、全息影像等舞台技术实现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创新 我们也希望能破圈 音乐会嘛,也就是在一个剧场的音乐会就是一个有一点景啊这样 但我们第一次用了大面积,就用多媒体投影的方式来构筑这台晚会 出场团队就是想能够说如何表现冰雪这个主题 在寒冷冬天里面的奥林匹克的精神 所以大家的努力方向就是希望科技和艺术结合的时候 产生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奇幻,有冰雪的气氛 同时我们还有芭蕾啊、爵士啊在里面 当天晚会充满浓郁的冬奥风情 用中国传统民乐表现冬之云 诗词歌曲涌唱冬季的墨眉 此外还引入虚拟歌手洛天一演唱冬奥歌曲 作为晚会总导演 田庆新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为冰雪剑儿主力 在冰雪的世界里边 剑儿们的努力和拼搏就是畏畏壮观 我们会为他们的精神喝彩 那么在冰雪的世界里边 能够有热情的像梅花一样那种耐寒的品格 然后向我们北京欢迎各种体育宪儿 各国的体育宪儿来一起来 共同为世界的奥林匹克精神 来去拼搏去喝彩去分斗去努力 目前北京冬奥会倒计时已跨入30天 当天多位冰雪项目世界冠军现身演出现场 共同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所有人都是严正以待 我们把我们这几年的筹备 在这个时候要展现出来 然后欢迎来自全世界的冬奥剑儿以及代表团 那么很兴奋 当然也有些紧张 发着内心的希望这季冬奥会能够为世界呈现一场 能感动世界和打动世界的这样一个盛会 我们的筹备工作到现在来讲 从场馆的筹备工作 到了我们竞赛团队 以及后边的运营团队的保障工作 还有我们的运动员团队 大家都到了一个决战决胜的一个时期 能够在最后的时候 认认真真 顺顺利利的 我们迎接我们北京2022年2月4号的 整个的一个盛大开幕 据悉 本届活动将以线上加线下的形式 为观众奉献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百场展演活动 为北京冬奥会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 展现北京双澳之城的文化美丽